可以直接进去 下一位呢 他在长沙非常有名 是一位著名的电台主持人 他叫做伟大爷 让我们把他接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吧 大家好 我是伟大爷 我之前就是做电台主播 然后自己在长沙有一个 运营着一个脱口秀俱乐部 你怎么突然辞职了 就是可能有点干不下去了吧 昨天来上海试试 如果说今天不行 我再回去求我们老板 再把我收回去 那准备好来一场 精彩的脱口秀表演了吗 OK 准备好了 好 让我们掌声有请 伟大爷带来的精彩脱口秀表演 好的 谢谢 谢谢各位 我是伟大爷 对 其实我小时候 是一个挺内向的人 那时候为了讨好我的小伙伴 我经常去给他们撑皮筋 就是一头拴树上 一头拴我身上 一撑就是一天 就每天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 有的时候自己坚持不下去了呢 小伙伴还会鼓励我说 撑下去 后来我到了大学 我发现我这种性格不行 我要锻炼自己 我还是要多参加一些社会时间活动 然后我就报名了学校的二次元社团 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个学习数学的社团 我第一天报到的时候 我还报了一本数学练习册 我推刊本一看 里面男男女女是花花绿绿的 我说这是什么情况啊 就是社长向我款款走 来看了一眼 这位同学一定是靠色的柯南吧 我当时就纠正了他的错误 我说不对 那个念靠赛 赛 靠赛 现在就是拿一些赞助和冠名 像我们电台节目 除了节目被冠名之外 我们的主持人也要被冠名 现在节目都是这样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您现在听到的是 由好漂亮医疗美容整形医院 冠名播出的音乐点歌台 我是由东大钢厂医院 冠名到伟大爷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 来听到薛之谦的 刚刚好 所以说电台主持人都有一个梦想 想上电视 我去年终于有一个机会 参加了一个综艺节目录制 然后主持人是汪恒老师 节目组还给了我一个人设 给了我个标签 叫热点梗王伟大爷 但是汪恒老师看那台本一看 他可能没看明白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热点梗王伟大爷 有请王大爷 我就以王大爷的身份 录了一整齐节 后来我们老板想说 好不容易上个电视了 对不对 这个咱好好宣传一把 现在怎么好宣传 就是上热搜是最好的宣传 我老板就是说给我 安排了一个性价比最高的热搜 凌晨三点到四点的热搜 凌晨三点到四点的热搜 这个时段热搜可以鬼看吗 你想想 就是小鬼出来上班了 今天晚上我们要带走一个人 带走谁呢 小鬼掏出手机来看看热搜吧 伟大爷停火把伟大爷带走 把我带走没关系 我说能不能我多带几个人 他说你还要带谁啊 我说一会儿谁没给我拍灯 我就多带走他们几个行不行 他说行啊 那他们不给你过来 让他们见鬼去吧 好 谢谢大家 我是伟大爷 就是结尾 太笑声了 就是结尾 太笑声了 就是结尾 太笑声了 终于 终于 哇 谢谢 谢谢 有很多那种自由幻想的成分 还有一开始撑皮筋 两点一线的那个生活 这些笑点我觉得都特别好 我特别喜欢 所以我觉得会亮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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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其实挺清晰的 那些就是属于极奇怪的梗 特别怪 你是属于非常估计的 就不知道你下次要说成 然后你突然抛出来了以后吧 然后我也觉得特别有意思 挺精细的 所以就直接改了 直接改了 不说别的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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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反正期待看你后边 就更多的奇怪的梗 好 有很多 真的有很多 现在就是我们三个 能被带走了是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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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看看盖柴老师想不想走啊 对吧 我觉得今天还是表现很好的 我只是感觉就是前面的这一部分 就是呈现得非常好 直到后面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个段子是新还是怎么样 稍微显得有点往下走 就是这种感觉 我开头跟前面都是新的 前面很高 好 谢谢 因为我们最早 其实是我们的导演组 可能是听到那个伟大爷的电台 是脱秀大会第一季的时候 然后是然后主动的联系到伟大爷 然后他过来 我们听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演员呢 他的脱秀真的很成熟 但是之前听会觉得他好像 还是有一些就是油腻 或者是怎么样的 我明白 我明白 这是我一直的一个困境 对 所以因为这个一直没有那个登上 脱秀大会的舞台 让更多观众认识到您 但是也是 因为您刚刚也说了 您还有更多新的内容 还是比较期待您新的内容 今天就 所以今天我们就非常冒险的 冒着被带走的危险 这一票 我们就是想 破除一下封建迷信 看看我们三个还能接迷不去 不会不会 谢谢伟大爷 谢谢您 谢谢 谢谢古代老师 美大爷进入选手带电池 介绍一下吧 之前一直在演这个Sketch 今年想上这个脱口秀大会 所以今天就准备了这种 两人脱口秀的节目是吧 可能看过SNR跟冒犯家族的观众朋友 会认识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就是那种新闻播报的形式 WakenUpdate那种做的 还是很受观众喜爱的 但是这样的形式确实挺难的 对他们两个确实要求很高 是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有什么原因吗 因为我在武汉 行 那你们准备好开始了吗 准备好来一场精彩的表演吗 我们就放心地开始表演吧 今天我们带来一个 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 风格的表演 我们今天聊聊这个在春节假期 在家里的一些事儿 大家知道春节这个春节比较特殊 很多人在家里待的时间比较长 时间一长呢 我觉得这个人呢 就容易懈怠 很多以前坚持的一些好的习惯 你没有办法坚持下去了 但是你何文君 你没法坚持 懂吗 这个东西跟自律有很大的关系 我就属于那种自律比较强的人 有比较有原则的人 有一个好习惯 我在春节就一直坚持了下来 你什么好习惯一直坚持下来了 熬夜的好习惯 一直坚持了下来 一直没有放弃 不是你熬个夜有什么好嘚瑟的呀 我不知道了 你以为就是熬夜 谁遍遍遍遍都能熬吗 它不一样你知道吗 它需要坚持 需要勇气 需要克服困难 我就这么说吧 何文君 我熬过的夜 比你睡过的觉还多 不是废话吗 你能一边熬一边睡啊 我不想跟你说这么多啊 我现在跟你展示一下 我这个过年期间熬夜 心路历程是怎么样的 可以啊 再现一下 现在对一下时间 离凌晨十二点 还有三秒钟 三二一开始 十二点到了 滴滴滴 闹钟那么一响 我就要起床 早睡早起迷失方向 天天刷手机 我刷到了天亮 还起来吧兄弟 哎哎哎哎哎 你干什么玩意 睡不睡睡不睡 大晚上不睡觉 十二点了都 十二点钟怎么睡觉啊 美好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你是谁啊 我是你的生物钟 到点了我要睡觉了 到点了 嗯 对啊 给你两百块 什么意思 我加个钟 我是生物钟 生物钟 熬夜伤身体不知道吗 但是要完成梦想 总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对吧 啊 我记得了 这个 散打冠军武僧一龙说过一句话 武僧一龙说过什么 和熬夜有关的名言吗 他说过 月亮不睡我不睡 我是秃头小宝贝 你从哪听出来 这是武僧一龙说的呀 我还用听吗 我看不出来吗 武僧 兔头小宝贝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 这句话有可能是沙僧说的呀 哎你这个逻辑也可以啊 那我们可以研究一下 这个话到底是谁说的 你尊重一下我生物中的职业好不好 我跟你说何文俊 熬夜啊 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是为了致敬我的偶像 布莱恩特科比 熬夜和偶像科比有什么关系啊 那当然有关系了 科比说过一句话 你细皮 嗯 他见过凌晨四点的洛杉矶 这一看就在网吧包夜 人家是训练刚起 反正我不管 我已经超越我偶像了 你怎么超越科比了 他只见过凌晨四点的洛杉矶 你知道吧 你知道我见过什么吗 你见过什么呀 我见过凌晨四点的北京 凌晨五点的南京 凌晨六点的东京 还有凌晨七点 这是什么精啊 充满血丝的眼睛 一宿没睡啊 不累吗 累是累啊 但是我东西该坚持的坚持啊 我妈妈从小告诉我 有一东西你不能放弃 该坚持就得坚持住啊 是是是是是 你看她们对你妈妈有什么物理 我也坚持熬夜 不一定会有什么结果 在熬夜的这条路上 我不一定走得挺远 但是你一定走得比别人早 驱你的 驱你的 SING 哦 结束了 哦 我们结束了 好好好 哎 这个体验非常棒啊 这种体验 我有一种感受 是卡着这个网络的延迟 在等那个等 等何老师的包 你们是三个人在互动 一个是你 一个是生物中 一个还有网络 你们三个人在配合 知道吧 中间会有能够零点几秒 那种网络的卡 你们俩都必须感知到那种 这我是 这个确实 本来是双口 现在变成了群口 哈哈哈哈 我觉得其实 因为直播这东西 镜头离得特别近 所以表演上面 又得演的 就是比平时 他们在舞台上面 或者是在SNL现场演的 要更细一点 这种形式 英文里面也有 就类似于对口相声这种 两个人的搭档 几十年前就有 有那个叫 Who's on first 讲的是棒球那个 那个就是Ebo Castell 他们两个其实挺变的 但这个 刚才卡蒙也说了 需要急到特别快 你这个就两个人插不进句话 才能达到脱口秀 stand up那种感觉的对口 我记得几年前好像15年 但和建国他们两个试了一个 就在线下试了一个 其实那个挺难的 所以在现在这种呈现来说的话 有岩石就不好呈现 其实挺直规的 内容可能还要再摸一摸 就这一段感觉 我看起来它其实 既有点像雙人sketch 又有点像漫才 又有点像相声 因为它既有那种来回的演角色 又有这个相互的吐槽 但是从脱口秀的角度上来说 它好像又缺乏一些个人的表达 一个观点的发挥什么的 但是你的那个思维方式 是按照Sketch去写这些段子呢 还是按照脱口秀去写这些段子呢 就是它虽然就是很近的艺术 但其实都隔得有点远的呀 我们这个舞台其实非常开放的 都可以上的 都可以 你们要找的适合自己的方式什么的 你们也可以直接上Sketch 效果如果好的话是不是 我肯定是要留个灯的 我仔细那么一下 你们得想办法弄一下 谢谢 嗯 好好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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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身体 同志们 武汉加油 上海加油 严防死守 拜拜 拜拜 下一位选手是我的一位挚友 还在专场给我当过开场演员 他的名字叫做 小北 小北 我的兄弟 嗨起来 嗨起来 哈喽 哈喽 各位观众 各位平民大家好 我是来自效果文化练习两年的 脱口秀练习生 我叫小北啊 大家好 哈哈哈哈 哇 对 来吧来吧 那咱们就准备好了吗 小北准备好来一场精彩的 脱口秀盛样了吗 嘿嘿嘿 好 嘿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北啊 然后很多人不认识我 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啊 我有个特点就是我胆子很小 比方我长成这个样子 我胆子真的很小 然后前两天取快递也吓我 前两天快递员 那服务态度特别差 那天现在小区都给我收发室 会把快递放在收发室里面 那天我刚进那个收发室 你快递就吼我 我刚进去 你说什么东西 我说我 我说我是渣男还是什么东西 我说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然后前两天取外卖吓我一跳 现在送外卖的不叫送外卖的 他们叫外卖骑士 那天我真的享受到了公主般的待遇 那天我刚开门 他说你好这是外卖 我说好谢谢 我刚接过来 我刚接过来 那个外卖员这样 我说你等会儿大哥 你等会儿呢 我都懵了你知道 沉默了三秒之后 我吓一句这样了一下 我给他他骑士般的待遇 而且我生活中真的很难笑 前两天我看一个 前一周我看了一个综艺 叫中国新说唱 吴亦凡在平安一个学长 唱到好听的时候 我也吓了一跳 他说这个学长唱真实 死根 我说等会儿 我死根什么意思 然后后来我上网查了 死根讲 替车飘逸的时候摩擦 发出的声响 我觉得这个吴亦凡特别厉害 他把拟声词当形容词用 拟声词当形容词 这事放在古代就很有意思 你们自己想象一下 一个北京的王爷 骑着白马去看京剧去了 当一个花旦表演完结束之后 他想夸着花旦唱到好听 他说今天这个花旦唱真实 中国有京剧 好今天讲到这儿吧 谢谢大家 我是胆小的河北人小北 谢谢 他开讨好多我都没听过 其实 而且好久没听到吴亦凡的 我才刚刚说 观众朋友们也不出所谅 都感觉到是个闹断的事 吴亦凡斯根 小北就是台下智商特别高 上台总装啥你发现 让我上百度松了斯根 什么意思 你不能上百度去松什么是斯根 又开始装的时候 又开始在这眼上的时候 肯定过的肯定过的 肯定过的 对盖柴老师帮我按一下灯 谢谢 总体来说我觉得挺好的 不过想看一些更新的东西 更有时效性的东西 新段的之类的 反正我也先给吧 谢谢老师 姐妹们 姐妹们开始吧 好 就是 小北我正好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他做主持是可以常常去旧场的 他的这个灵活度是非常好的 然后也很有观众员 就是在线下的话 他基本上一去那个场子就能活起来 做主持场场都旧场 证明了他有什么样宝贵的品质呢 坐地铁快 常人坐地铁快多了 我个人其实是觉得你这一次的表现 有点对自己段子太熟了 然后那个节奏很奇怪 就听得出来你对他太熟了 就在讲梗的时候 你就直接已经就好像滑过去了 你老段子就千万不能讲了 在对我学大会 你得好好写新段子了 我们看不出你的创作能力 因为你没有创作新的 我是觉得他的基本功还是很猜的 然后包括可能跟同批的 同批出道的这些选手来说 我觉得小北也是佼佼者了 所以我们觉得这一票还是给小北 然后还是希望能在节目里 看到你更精彩的表现 好好写 好好写 talking部分已经很精彩了 好 谢谢小北 好 拜拜 拜拜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 截至目前的比赛情况